只要你心不要放棄 你的身體就會跟隨 這一樣是真的 跑步 你不放棄的話 我相信 你的心不放棄的話 你的身體一定會跟隨到你 就好像我跑東京馬拉松 我最記得 我首先 右腳筋膜觸底炎 我跑東馬拉松之前那兩個星期 我正好傷心 跑不了練不到跑 針灸了三次 找一個鐵達醫生 接著再找米里潮詩 再做 接著就跑東馬 東馬開始 因為我們TV 這次可以拍 這次跑我的日子 沒有做過 warm up 就過去了 排隊了 一開始 第三期 左腳腳背腳痛 痛到劇情痛 我想你知道是哪一種痛 刺痛 我已經心想 不是吧 大哥 第三期搞這樣的事情 好 不要理會 那時候我們有個朋友 說痛 我跑到你不痛 我就跑 十幾 四十五分鐘 跑第一個十幾 這樣就開始 跑到二十幾幾不痛 不痛 不痛 就開始 又扯了 到二十幾幾 的時候 不要理會這麼多 說你死了 我跑到 昏迷的狀態 我最記得 真的 去到最後 我一直看標 我一定 我本來是打算是三三零 三三零 但我知道 沒有可能是三三零 但我一定要PB 一定要破了我香港紀錄 最後其實我的標是三三六的 大會時間是三三七 三三七 那就PB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跑馬拉松 大家跑過就知道 真的 只要你堅持 你一定會跑到終點 你不試過 你不知道 就是等於 你的人生 你的事業 都一樣 你堅持 你繼續正面一點 你就會想 你想的東西 自自然慢慢慢慢慢慢 你不需要強求 它都會買你 我哪個都會買你 你不需要 可以就買了 你那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